是不是生命審査 觀眾朋友共同來關心 是針對在港議館中 中央官含义的小媒 張英姬 比高雄地坑歡迎破行 中央官在中央島的市場中 在案件已經討論三年半 而且連三兩次都嚴盡全破 更近在第三 近幾個月來破壹有罪 再讓他懷疑後面有政治 或出改進 他上當的氣氛 而且以外 他一定會上訴告的 針對比高雄地坑歡迎 臨定環保局拆架案當中 以至16個失敗罪 破行兩年六過過 另外土保密離岐表案 也以至失敗罪 破行一年八過過 管理团館中央一點之後 有出面 表示非常錯愕 絕對雙手告對 捍衛親別 我真的對這次破壹 非常非常憤怒 不服 這件事是一百空一年的 七月三十月 已經三年半了 檢調動用了三百多人 去搜索所有縣府 公館很多的地方 就是說我收費 貪污 土利 那經過三年半的審理 今天高雄地院自己寫 我沒有收費 我沒有土利 我沒有貪污 但是最後 你竟人用卸密來重判 這個在法律上邏輯根本不通的 尤其高雄地方法院 竟然兩次延期宣判 選在大選之前的一個月 這個難道沒有黑手介入嗎 我絕對是清白的 我也非常不好 我絕對上訴到底 來捍衛我的清白 你在台選前三十天 中華官人的案件 一心比破罪 是不是對民進黨選情 作性影響 中華官強調 任民主要破斷 這看人民怎麼看吧 最近剛有罪的判無罪 沒有罪的判有罪的話 民心會怎麼想 我覺得民心自己會去判斷 另外無人等任家議官 降臨切正會 副總幹事中英議 今天請到無告天切會上班 面對消費比重破十年 中華官強調 消費一定會上手到處 尤其是孔雅 向家議官蔡宏報道